别人荒漠求生只有挨饿的份 这两人却实现了烤鱼自由 不仅徒手抓到了野生寄予 还喝上了仙人掌风味的奶茶 饭后再耗一把野洋葱当甜点 吃饱喝足往石木大床上一躺 求生瞬间变成了度假 犹他州南部的蛮荒峡谷 是顶级掠食者美洲豹的天堂 也是蝎子辣条黑寡妇的栖息之地 就连得被两位生存大佬 都不敢轻易涉足的危险地带 本期自然之子马特和特种冰桥 向此地发起挑战 他们不带任何工具轻装上阵 能利用的只有这辆山地车的残骸 乔本打算拆卸能用的零件 已被图中不时之需 但马特觉得带这些玩意儿上路 只会增加重量反而是一种负担 就凭咱这荒野一哥的实力 就该赤手空拳地跟他干 马特这拨牛必吹的乔都信了 表示都听你的 为了找到合适的打野线路 两人爬上了陡峭的崖壁 壮观的荒野景象一览无余 马特提一向前方的高山进发 途中经过的丛林地带 刚好可以解决食物和水的问题 不愧是生存界的扛把子 分析的头头是道 但要到达丛林地带 先要穿越迷宫般的峡谷 很快他们就被一条深沟拦住 看着高达20米的落差 两人心里打起了鼓 但听到下面缠缠的水流声 他们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因为桥在攀登方面没有多少经验 马特一把当先打头阵 寻找到合适的落脚点后 再提示桥慢慢跟进 但越向下走缝隙越狭窄 牙壁也变得更加光滑 他们只能把身体贴上去 加大阻力缓慢下行 这时如果控制不好力度 滑下去怕是只有死路一条 好在两人有节目效果护体 顺利地到达了谷底 看着从岩石缝中流出的泉水 两人兴奋不已 还管什么三七二十一 先蹲蹲蹲喝个水饱再说 接着在谷底不知道跋涉了多久 等他们爬出峡谷已是日落西山 考虑到沙漠昼夜温差极大 两人开始寻找合适的扎影点 等他们来到丛林地带 看着堆积如山的树叶和环绕生长的大树 马特瞬间有了主意 他让桥去收集树枝 搭出容奈一个人的框架 然后在里面铺满叶子 等夜幕降临 两人躺进了石墓睡袋里 饿着肚子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两人继续出发 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一处悬崖 看到下面春意盎然 应该可以找到水源 两人开始寻找下山的位置 能利用的只有这处七十度的斜坡 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危险 但要是脚下踩空或是打滑 他们弯着腰弓着背 手死死地扒住岩石 来回交错着往下走 好容易来到悬崖的中间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眼看离地面越来越近 他们决定玩把大的 乔平并三主呼吸直接滑了下去 强大的惯性带着他直冲崖底 好在最后关头刹车及时 这要是直接冲下去吧 估计会凉凉吧 接下来的落就平坦多了 两人一边前进一边搜索物资 干枯的四栏是很好的生活材料 先掰下两块带在身上 路边的野生小葱也不能放过 虽然没有牛肉有营养 当零食嚼嚼也不错 穿过灌木丛 他们听到流水的声音 小夕看起来清澈见底 马特这次上来就是蹲蹲蹲 乔立刻制止 表示野外的水要烧开才能喝 马特却不以为然 老子可是一年365天生活在野外的狠人 解决了淡水资源 下一步就是搭建庇护所 可是两人没有任何工具 于是马特打算带乔做一把石刀 这种刀对石头的要求很高 他在草丛里扒拉了半天 才找到一块合适的石头 一番敲打之后 其锋利程度堪比屠龙 能轻松刮掉身上的体毛 乔试完感觉非常趁手 准备带上他去做个限量版的水壶 只是在割仙人掌刺的时候 被这玩意亲了一口 此时马特正在为钻木驱火做准备 切一段坚硬的木棍当钻头 再搭配一根延长杆方便操作 用枯草编织的绳子捆绑结实 一根趁手的生火棍就搞定了 这时乔捧着几个仙人掌回来了 马特邀请他一起生火 找一块木头做钻板 两人轮流上阵 经过九九八十一下摩擦 终于得到了火星 将他倒进火熔里 吹上几口二氧化碳 火苗立刻腾起 将仙人掌放在旁边加热 很快就闻到了淡淡的奶香 喝上一口清香甘甜 比牛肉解渴十倍 乔告诉马特小溪里有鱼 听到有吃的马特立刻来了兴致 他决定传授乔一招徒手抓鱼 看好鱼后保持双手食指放松 随着水流慢慢伸到鱼堵都四下方 然后快速抓住鱼的头部和尾巴 乔听得心里痒痒 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条 马特亲自下场示范 只见他轻轻地把手放进水里 包住鱼的头部 趁其不被狠狠捏住 没花什么力气就抓住了鱼 轮到乔了 他很快发现了目标 脑子里复习着抓捕的动作 小心翼翼地将魔抓伸了进去 趁其不被一举将其擒火 什么葱姜蒜花椒大料桶烫一桶烫一不佳 直接放进火上烤到八分熟 再搭配上蔬菜沙拉 两人开始大口干饭 这时如果再来一瓶野生啤酒 那就真的美上天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两人带上仙人掌水壶 打算穿越丛林一路向西 不知道走了多久 瞧看到远处有移动的物体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两个骑马的牧民 热情地打个招呼之后 本场挑战完美收官 关键的 能最爱的 不要 你 都有